Hello,大家好,我是前辆房车阿伟 咱们今天阳光明媚,天气非常好 而且有一点小小的微风吹起来,感觉特别的凉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上汽大通V80长轴高顶的一款B型房车 这款车和其他房车有什么不同 就是它是一款无中门房车 什么是无中门,就是咱们这个中门打不开 前几次有给大家说过,咱们无中门还要再给大家详细的再拍一次 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次 因为这台车现在已经彻底的下线 已经把所有东西都给安装到位 咱们来看一下车上面的布局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以及安装完之后的样子是一个什么样子 首先车的外观它是一个5米785的长度 2米8的一个高度,1998宽度 都是满足挂蓝牌,C罩可以驾驶的 那么底盘参数它是200T的上汽派发动机 以及AMT的变速箱 什么是AMT的 AMT就是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开起来是没有动作感 而且也非常的平稳 外观这边啊,咱们采用了无中门的一款设计 也就是底盘是无中门 相当于啊 说句不好听,它就一个货运版的底盘啊 全车是这种 没有玻璃的一个结构 但是啊,没有玻璃啊,咱们也是啊 开着全车开着这种四个的外推窗 也是方便咱们后期 给房车里面透风透气 以及啊,看面 看车外的一些风景 2米65的高度啊,也是啊 在像2米8的一个线高可以安全的通行 包括车顶上面有选择有太阳能 还有行李架 也是咱们日后啊 出行必备的一些东西 首先咱们外观啊 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外置厨房的抽搭灶啊 最新啊 安装这个地方 这个窗门啊 因为它是刚刚的安装到位 所以说 咱们这个胶带还没有撕 没有撕 等它彻底的干的时候 再把它给撕起撕下 外置厨房的抽搭灶 看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挺别致啊 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更加方便咱们朋友们做饭 油烟飞不到车内的 以前有中门在这个位置 好多车友说 做饭会跑到车内 现在呢 它不会跑到车内 咱们车头顶的上方啊 有一个直昂棚 这个直昂棚呢 它是3米乘1米2米5的直昂棚 是可以啊 给咱们乘凉来使用 到时候咱们在车外啊 你像今天这么大的太阳 假如说刚刚我要把直昂棚给撑起来 能撑到这个部位的时候啊 咱们是下面是非常非常的凉快 在车外 做饭做自己喜欢吃的一些 饭菜啊 可以开一个小型的派对 是都是比较 美好的一件事 然后这边啊 车铁啊 上面有一个冰箱的排风口 这个是避免不了 因为咱们车里有冰箱 所以说一定要有散热的一个地方 然后最后尾部啊 就是外置淋雨 做饭的时候 你避免不了要用水 所以说咱们有外置淋雨 给防止车外 提供水源 热水冷水都是有的 来看看车后是一个什么样子 车后有一个不锈钢的爬梯 它不是不锈钢 我刚刚说错了 它是铝合金的 材质非常好 铝合金的爬梯 我现在演示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我上面爬一下 效果非常好 这种铝合金的 而且车的顶部 来 我现在把云台给我 咱们看一下车的顶部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太阳能看到了吧 车上装的有200瓦的太阳能 这种太阳能是小太阳能啊 一块太阳能是100瓦 两块是200瓦 还有两个换气扇 汇合厅一个换气扇 然后后面啊 一个卫生间的一个换气扇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行李架 可以装一些自己的随身行李 然后我下车 咱们还是继续来看车的结构 不适用的时候 可以把爬梯啊 给这样折起来 这也是为了防止咱们 以后防车在路边停靠的时候 这种东西毕竟出去比较稀奇 好有预防啊 有那种小孩啊 往车上车顶上面爬 尾部也是设计了两款外退窗 这样的话 咱们晚上睡觉的白天休息的时候 比如晚上睡觉的时候天暖和的时候 不想开空调 也可以把外体窗打开 里面有一个防温隐私的一个 防温的一个效果 还有一个隐私的一个效果 通风透气啊 非常的 到复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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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啊 驾驶式的这边 有逆变器的排风口 咱们车内有一款逆变器 3000瓦的逆变器 可以给房车内部啊 提供家用电 咱们在里面使用家用电器 以及使用一些220的一些电器 都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这边是外接店里面 给房车充电的一个擦头 就是咱们把家用电 普通的普通的三孔擦 擦坐就可以给房车充电 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水箱的加水口 给房车提加水源 因为咱房车里面有一个水箱 说到水箱啊 肯定有车友会怀疑啊 你们家水箱到底多大 我今天跟你说 咱们V80啊 V80的水箱实测120升 都是新款水箱 V90是144升 V80是120升的清水箱 然后汇水箱是40升的汇水箱 但是汇水箱有直排功能 所以说咱们啊 不要介意说汇水箱太小了 汇水箱它一点也不小 咱们随用随排 我现在把那个咱们汇水 汇水箱的一个直排开关啊 给打开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咱们直排的一个开关 拉一下 水就会排下 包括咱们在 有时候在野外使用的时候可以说 咱们可以不用啊 不用把汇水箱啊 给这样关起来直接 给打开的状态 用的时候水直接排到地上多好 也也不污染 毕竟汇水箱的水 它不像黑水箱啊 是自己的排泄物 汇水箱就咱们在车内使用了一些废水 这边又是防车的驾驶室啊 打开驾驶室 咱们能看到啊 V80的整体的仪表盘 以及方向盘这些操作的 方向盘有多功能的方向盘 带定速巡航 咱们跑到60码的时候啊 给打开定速巡航 咱们不需要再踩油门啊 直接负责踩刹车就行啊 它自动的驾驶 你付好方向盘 然后有大 这个大灯和V90不同 它不是自动的大灯啊 咱们是需要开启的 但是它有安全气囊 这边有安全气囊的英文字母 V80的仪表盘啊 在中间这个部位啊 中间这个部位 因为20年 2020年之前的防 V80底盘 都是在中间这个地方 所以说啊 这是啊 避免不了的 然后我们还为大家啊 加装一个这种 隔离电瓶隔离器的一个小开关 这是什么东西啊 它就是为了 咱们平常使用车辆的时候 防车的东西都不像 咱们私家车天天来使用 防车肯定是偶尔也会在停放一段时间 咱们 都是有自己的事嘛 对吧 停放时间长的时候 咱们车肯定会避免不了 没电 住驾驶没电的时候 但是咱们后面是有电的 后面是离电池 离电池电瓶 它电是永远跑不完的啊 只要你不用 它不会跑 所以说咱们有时候没电 可以按 按这个按钮 按一下 直接啊 就可以把车给打着 借助后面这个电瓶的电 给车打着 不需要说咱们再去 拿根线呀 再叫辆车 来给电瓶并电 那是以后不存在的事情 首先那个国六底盘啊 它是要加尿素的 因为柴油啊 国六都去需要加尿素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一桶尿素 去中国实话 45块钱 可以给车加满啊 加一桶尿素 能跑8000公里 好了 咱们接下来进入车内 来看一下车的布局 因为这个布局 所以最早之前大家也有拍着过 已经不算太稀奇了 所以说 咱们啊 进去啊 直接来看一下啊 这些来安装后后之后的一些 东西 首先门口这位置是非常宽的 带过道的位置 因为无中文啊 咱们上车都是需要从 副驾驶来上面的上车的 而且也可以选择从 后门上车 但是从副驾驶上车啊 比较有仪式感 打开车门 直接往车上面上就行了 但是啊 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选择这种导导游椅啊 导游这个导游也还没有 没有加入加工导游 因为这个安全带需要拆拆了 因为咱们车上没有安全带 要把这个给拆了 导游也就这样的啊 带折叠的啊 副驾驶 咱们有时候啊 需要这样做上 所以说啊 带折叠非常好 因为不实用的时候 可以形成一个锅灶 咱们来到后方 那么这款车啊 选择的是四座的设计 五中门 四座设计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啊 选择四座设计啊 中间啊 看起来是比较的宽阔 来到后方 也不会说感觉特别的压抑 从住家这边一眼望到头啊 中间是一个超大的国道啊 可以方便他们 这样啊 来回的行走啊 来回行走 我首先先把这张床啊 给大家装好啊 它中间有一个床板 装上之后啊 它是一张双人床 一米二的宽度 一米九的长度啊 一米九的长度 满足啊 两个人休息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啊 没有一点问题的 床的上方 有四个这种小的吊柜 两一边两个啊 两四个小吊柜 方便咱们日后的一些储物 大家看这张 看这个后空床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和之前咱们设计那个后空床有什么不同呀 因为咱们空调在这个地方没有设计啊 没有设计空调也是啊 把没有设计空调之后 感觉这个床会更加淡然大一点 因为它是无中门嘛 所以咱们把这个空调设计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方便 在个地在这个地方使用12V的注车扁平直流精英空调 非常非常的省电 空调的下方就是微波炉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然后这个 地方是装一个冰箱 选择一个108升的冰箱 超大冰箱冰箱没有到货 因为这个冰箱是12V的进口冰箱 所以说啊 目前还没有到货 到货之后直接装上就行了 所有的线啊 包括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到位 直接只需要 给冰箱上面啊 擦上电就可以来使用 一固定就行 然后这边有四个小格子 方便咱们储物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加的 有一点点啊 无中门这种宽阔的样子 因为之前那种给大家拍摄的时候 里面东西还没有彻底的安装 然后这边就是卷帘设计的卫生间 卷帘设计卫生间有什么好处呢 我现在把它给这样 给卷起来 空间感觉是不是里面挺大 八百三三乘以八百三的空间啊 在里面啊 转身转身干什么的啊 都是非常的方便 到时候里面会配一个便携的马桶 然后把它盖好之后 咱们从外外面看一下它的效果 外面看一下效果 还是啊 有一点点的带国道的空间 所以说咱们有人在里面洗澡 以及上厕所 咱们也 其他人啊 也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安全通过的 而且睡觉干什么的 玩到前方啊 都是 有空间啊 来行走 不用的时候把它给这样卷起来 卷起之后啊 会显得空间会更加的大一点 刚刚有大家有讲过 到时候里面会配一个便携的马桶 咱们在里面上厕所 包括花洒 都是可以洗澡的 然后镜子镜子上面有一个储物盒 包括头顶上面有 一个双向的换机扇带灯的 洗澡的时候把灯给打开 里面不会感觉特别的暗 紧爱就这张啊 超长的一个橱柜啊 这张橱柜 它是无中门设计里面啊 显得啊 最佳啊 最佳的一个设计效果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无中门之后 这个地方啊 是全部空了出来 空出来 咱们假如说 你要是不是选择五座 不是选择六座啊 你就要选择四座 咱们建议大家就设计这种超长的一个橱柜 方便咱们储物啊 包括这么多的一些抽屉 都是可以储物的柜子 咱们这种抽屉啊 设计的也是这种 之前给大家都有讲过 它会自己的自吸的 也是方便咱们日后啊 使用车的时候 车辆转弯 它不会这样弹出啊 不会这样弹出 这边是一个带盖的 这个都是抽屉 轻轻一碰 它自己都吸进去了 上面这些啊 摆放一些自己使用的一些物品啊 包括咖啡机啊 空气净化器 以及杂质机啊 这些都是看你自己日后的一些安排 也可以啊 把这个 我房车之后 把这个外推窗啊 这样 给打开 打开之后 你可以在车上面啊 做一些啊 自己喜欢的一些果汁呀 甚至一些奶茶呀 咖啡之类的 给车外的人来 递送 甚至啊 可以 用这个房车来做一点小生意 卖一些东西啊 然后 把窗户打开 可以来售卖 非常的方便啊 非常方便 这个水盆是一个不锈钢的水盆 里面这个 咱们这个水箱 这水是需要开水泵来使用 而且冷水热水都是可以使用的 咱们今天这个水就不试了 因为这个水盆 它看起来比较的 干净啊 咱们试一下 它会有那种 水 水字啊 水字 咱们的操控面板 水箱里没水 水箱原来水箱里没水的 四野白死 操控面板 它 全车的登录啊 都是可以在这个一个面板上来操作的 包括电视 但是电视是用了 这台车没有选择电视 因为它是无中门嘛 咱们身材高大的时候 从这里地方上车啊 要把这个地方燃进挂后 要把这个地方显得要高一点 你要是有一个电视 和之前那种设计再带一个吊柜 那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矮 咱们进车的时候要弯腰弯的特别狠 所以现在啊 咱们把腰直起来 来到车内啊 也是可以过来的 这是逆变器的一个开关 可以使用家用电的逆变器 三星瓦逆变器 然后昆仑记 就是显示电瓶电量一个昆仑记 400安的锂电池 刚刚大家有讲过 用空调 10个小时以上是没问题的 像用冰箱可以全天后的来使用啊 不需要说啊 怕防射没电 而且咱们车 车辆只要打着车 它就可以给防射充电 所以咱们这个电池啊 是不是问题的啊 防着电量也不是问题 这边有一个 吊柜 也可以装一些自己的物品 那么这台车呢 它还有一个水暖一体机 在这个地方 在第二排座椅的下方 水暖一体机 是咱们冬天来使用的 冬天给咱们车内啊 提供暖风 以及啊 提供热水 洗澡提供暖风来取暖 非常的方便 这里面还配一个温度计 现在的咱们车内的温度16.2度 今天天气啊 非常的暖和 所以春暖化开三月份 欢迎大家到三月底来洛阳看 牡丹花 三月底牡丹花就要开放 看牡丹花的同时 也可以来洛阳参加车展 咱们三月底还有一个车展 参车展的同时 也可以到我们齐浪房车厂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流水线 生产线 来了解我们齐浪房车的温化 那么这款车啊 大家也看了这么多了啊 咱们今天啊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因为这台车啊 之前最早之前 大家拍摄了一遍两遍三遍啊 拍摄了三遍 那个时候三遍是都还没有完成的 今天最后一遍啊 以后不再拍摄 除非这台车被车友定制 到时候交车的时候再给大家拍一次 从今往后啊 不再拍了啊 喜欢这款车的朋友们 多看一下这个视频 来了解这款车的一些相机配置 好了 欢迎你加入齐浪房车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